938题 开头是个状语 身后的主语是官方 官方是有个计划表 用了个计划 这是动词 后面是宾补了 应该是某个东西或者某个人 scheduled officials to takeover 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这还是逻辑上宾补 不定是当宾补 他们是打算做了个计划 打算去 takeover 就接管一个工作 什么工作呢 这是takeover的编语 这工作是要增加狼的数量 在什么地区 如A所写 逗号以后 带了witch一定是定语从据 这个number of witch肯定是描述population 意思是人口的一个数字 while however be dictated 意思是会被什么 会被他的猎物的数量所去控制 这个意思 从预法来看 选项A的问题不是很大 整个的关系也都还能接受 所以可以先暂时保留 咱们再看B B的话分号以后表示是个分据了 前面都一样 它们是个分据 分据的主语是size 就是这个size 它会dictate 就是会被他的这个猎物的数量所影响 很明显 AB两个选项被影响或者被控制这个动作 它的跟其他动作关系不一样 在A里面它只和 本来是相关 其实是和这个schedule都没关系 而在RB里面 分操表示两者属于是一个分据关系 那两者算是个并列句啊 等于前后两者用好if转折嘛 那是个并列的关系 很明显啊 前面是说呢 这帮人呢打算去接管这工作 后面其实应该是说啊 但是其实没用 对吧 你人去接管是没有用的 因为这个size最终不是被人控制的 你人说增长也没有用 主要是被他的猎物数量控制 这个意思啊 所以前后两句话应该是形成转折的关系 所以相当于就是这个dictate这个动作跟takeover啊 这个整个这个动作明显是具有一个转折的关系的 是两个动作有关的 而A的话只跟名词这个人口有关了 跟前面动作都没关了 肯定不对 那这however本身也是应该转折的是两个动作的转折嘛 对吧 所以这个A肯定不对啊 这里面的however是个副词啊 呃 转折意思啊 跟deer for什么都是副词啊 表示的是转折关系 所以说这里面只有2B选项能表达是两个动作转折啊 而A只能表示它是跟名词相关 跟动作无关的 所以这关系不对了啊 所以A不对 再看C C的话呢however啊 也转折后面是个句子 但这有语法错 因为however是个副词啊 他不能去带一个句子啊 用连词才行 用although啊 或者是but是可以的 但是however不行 所以C是语法错 两个句子之间没有连词了 再看4D 是个分号没问题 但分号以后没句子了 它是the number which 是一个定义从句 分号之后都有个句子嘛 就分句嘛 所以sign也不对 再看4D不对啊 再看5E 5E的话连词有了 是说down 这个size呢 是主语啊 这个size呢 是被什么控制的 很明显这个关系不对啊 这个问表是两个动作 是一个 就这个动作啊 schedule to takeover这个动作 和这个dicted的动作 形成了一个时间关系了 这很明显两个动作它不能是时间关系吧 后面是一个现象嘛 对吧 是转折关系啊 时间关系肯定不对 所以E不对 关系不对 所以答案是2B选项 这个考题呢 其实难度呢 主要在于你要去判断清楚 前面这个句子跟后面的这个被控制这个句子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啊 是一个考你居间关系的考题